你信任我 你是我同学吗 你怎么会和我打游戏 不是你邀请的我吗 你拉错了 你忘了 但是 你怎么会在我的QQ好友里 这种曾经又想要偷偷 加你QQ的事情需要解释吗 你有见王震啊 你是不是还想问我 今天找你来干什么 你有微博吗 有 那你登陆微博 去我的微博看看 女神好忙 女神推荐的进化器 买买买 晒单 一搜最后一单 买完回头一看 商品已经卖扣下价了 夜晒一个 差点没抢到 我后天这同款就花这么一条 多少钱啊 为什么 我又没有这类代言 又不会冲突 支持一下祖国的航天事业吧 谢谢 你也太不厚道了 我以为不厚道是骗我说单位要打王者荣耀的比赛 我没骗你呀 我确实是要打比赛的 几个月前我的一个微信好友把我打游戏的视频录下来 然后就发到了营销号上 你也知道我打游戏水平嘛 所以一个月之后 我要去和职业选手通台比赛来证明一下我自己 所以就发生这些事了 你和职业选手 什么 不全是职业选手 有五个信誉玩家 加上我一共六个人 四个职业选手 一边两个 你觉得我打游戏的水平怎么样 如果参加比赛的话 队伍里多一个你 我也不一定能赢 所以 你想让我教你 可以吗 不是之前在网络上的那种 那种也太没效率了 最好是能够面对面地教我 反正你也是这段时间正好在放假 应该也不会耽误你工作吧 是这样啊 我没有看过职业赛 不了解他们的水平怎么样 不知道能不能教你 没有关系啊 反正我也不会找别人来教 你知道的 你信任我 你是我同学嘛 你我去吃香酥鸡 你教我数学吧 我请你吃香酥鸡 你教我数学吧 我请你吃香酥鸡 好 你教我数学吧 真的啊 你心甘情愿的 那不挂了 回去打游戏吧 等一下 你父母在 不太合适吧 谁跟你说我父母在的 我父母在老家呀 我家里只有一通进化器